如何进行自我完善 如何建设和谐家庭 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来说 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情 其家是治国的基础 面对职场的竞争 理想的困顿 古人又提供了哪些宝贵的经验 自己那点事还忙不过来了 谈得上治国吗 平天下就是一种大理想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学习古人智慧系列第二步 敬请关注 远大的报复 如何从脚下起步 不是自己做好 而是要奸计天下 成就大业 要经历怎样的意志磨练 以天造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人生如何面对理想与现实 机遇与抉择 我们要有远大的理想 得从小处看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学习古人智慧第二步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我叫利波 一道远的利 波浪的波 是一个传统的书生 平天下 就是面对外在的世界 是你的理想的发挥 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中 我们都将面对这样的问题 你曾经浪迹天涯 但只要你最后能有所归宿 天涯也会成就你人生的宽度 你曾经跌入深渊 只要你能有所超越 深渊也会成为你人生的深度 掌声有请 演讲嘉宾利波 大家好 我是利波 儒家喜欢讲修齐置评 尤其把置评放在一起说 我们一般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其实还是有细微的区别的 治治国指的是什么 是对内的治理 而平平天下 是对外的事工 但是我们要不由得要问一个问题 平天下平什么 平什么来平天下呢 中国翻家训里头 有句名义 我很喜欢 其实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是他将前人的两句诗放在一起 叫以天照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上半句是苏东坡说的 下半句是王安石说的 他把它放到一起 成了一脸 要说到这句话的意思 还要说晚清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 就是曾国藩不凡之谜 在乡军内部有一大客信就是左中堂 因为左中堂非常喜欢和他吵架 有一个特别搞笑的段子 是说 左中堂后来民族英雄 打仗打到最关键的时候 作为浙江巡抚的左中堂 派人送了一封密信 给曾国藩 也是一句对脸 神之所义 得之归 下连是顶之轻重 或可问也 也有说顶之轻重 似可问也 关键在下连 顶是什么 顶着国之重器也 到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 可以问顶天下 别看我平常跟你吵架 别看我平常跟你较劲 和你不对路 但这个事情 如果老大 你愿造反 我左中堂才不愿意怎么样 为你马首是在哪 但是据说曾国藩拿到之后 陈寅半仨 拿起笔来改了一个字 然后派人赶快送回去 左中堂看了之后冷笑一声 把信放回 改到什么字呢 那个顶之轻重 似可问也 这个似乎的似 曾国藩改成了顶之轻重 未可问也 不可问也 老左啊 我没这个心思 你不要试我啊 是不是啊 过了几天 连曾国藩最器重的 忠义血姓之手的彭玉玲 湘君 水师统帅 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始人 也写了一封密信给曾国藩 还是套用的狐狸印那句话 东南半壁无主 老师岂有异乎 把我功 改成了老师岂有异乎 曾国藩拿到信 展开看的时候 旁边有几个亲信在 连叫荒唐荒唐 雪芹 你我相较还如此 如此是我 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 我怎么会造反呢 所以打下南京之后 这时候 连慈禧也怀疑曾国藩要造反 然后清政府军 陆营八旗 重兵 在长江北岸截起 以防乡军造反 据说 乡军四大顶级人物 左宗棠 彭玉玲 曾国泉 报超 在玄武湖密议 号称玄武湖会议 准备铤而走险 学 宋太祖赵匡议 陈桥兵变 黄袍加深 然后曾国泉就带着三十多个 乡军高级将来两江总督 来找曾国藩 要怎么样 要兵变 但是曾国藩坚决不出来见了 不论将来 坚决不出来 后来被逼得急了 写了一幅对联 画出来 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以天照海花无树 流水高山心自知 什么意思呢 以天 读过以天图龙记者都知道 比屠龙刀还厉害的 是以天界 那是人生的绝顶高处 站在绝顶的高处 看这时候大海 虽然波涛汹涌 浪发翻腾 但无论怎么样 波云诡诀之下 也不能动摇 也不能动摇我的心智 因为我已经站得怎么样 足够高了 所以流水高山心自知 这个自知 就是表明心计 什么心计 我曾国藩坚决不反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理想 不是做音学 而是什么 而是做圣贤 说过 所以他有一句 著名的对脸 叫 不为圣贤 便为禽兽 莫问收获 但问耕耘 当然了 有人说他不造反 关键原因 是因为清军已经布防 相军两响不足 相军内部 左中堂 这个会给他有矛盾 搞分裂 李鸿章另立一支 其实我觉得 这些都够不成真正的原因 因为经过十几年的作战 清政府军丝毫没有战斗力 江南江北大营被灭之后 清军主力 在江北 可以作战的部队 只剩下七万人 而乡军当时 达到二十三万之多 战斗力 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造反 当然没有良想 因为乡军是 这个团练组织 自仇军饷 但一旦造反 就有的是钱了 因为中国藩占领的东南地区 清史告说 是什么呀 是天下赋税 贩出东南 财富 增国班不反 我个人翻来覆去的考思量 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以天照海 花无数 流水 高山 新自知 背后的两个字 信仰 一个人 平天下 也好 修身也好 齐家也好 治国也好 最终的依靠 人生最终的依靠 是什么 自己内心的追求 精神的追求 这也是曾国藩 能够带领着他的强辈 神州第一幕府 开辟洋务运动的关键所在 晚清思想家薛福成 曾经总结 当时 地方都府大员 都有自己的幕府 都有自己的人才团队 但唯有曾国藩 手下八类人才 政治人才 经济人才 军事人才 唯有一类人才 是别人手下没有 叫做秦司之士 智巧之将 这是古文了 用现代话说就是 中国近代史上最优秀的科学家 社会学家 教育家 这些人 云集在曾国藩的身边 这些人 不是什么高薰养帘 能吸引来的 不是什么财务能吸引来的 能吸引他们 走到曾国藩的身边 跟着曾国藩一起 开辟洋务运动 只有精神的感召 所以一个人到最后 平天下 平什么呢 这个世上 在这个世界上 不论从时间 还是空间的角度来看 生命终将会消亡的 但只有人类 可以超越时间的束缚和限制 让一些东西永远流传 所以我个人特别喜欢这样一句话 一切终将暗淡 只有你才是光芒 谢谢大家 平天下这是一个最终极的关怀 我们从正新城一开始 一直走到什么呢 走到一种花儿化之的天下关怀 我们每个人进行自我修为 实际上是希望天下 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得以安康 所以中国古代人觉得 一个人最大的胸怀 就应该是平天下 我想今天仍然有意义 因为今天我们中国呢 已经不是一个 简简单单的一个地区国家了 我们是一个世界级别的国家了 但世界级别的国家怎么当 这可能是我们一个新的课题 那我想中国古代的这个天下意识 中国古代的天下担当 包括中国古代在平天下的过程中 形成的一些经验教训 可能仍然对今天有帮助 这是从国家的角度 从个人角度来讲 什么叫平天下 有天下胸怀才能平天下 所以我们每个人 即使我们没有平天下的能量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种 天下的胸怀的话 也可以百大百川 也可以让自身成长更好 掌声有请演讲嘉宾蒙曼 人的最高理想 做了一个好人了 最高理想是什么 不是自己做好 而是要奸计天下 所以我们中国古代讲平天下 他不是说用武力来平定天下 不是要把别人打服 而是要让什么呢 让天下太平 让大家心服口服 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讲的 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 则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 则安之 好 那么怎么修文德 怎么让大家服气 也是给大家讲故事 讲谁的故事呢 在中国古代啊 跟平天下这个目标最接近的一个人 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了 为什么李世民接近于平天下 我们都知道 李世民不仅仅是一个中原的皇帝 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天克韩 就意味着他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承认的共主 只要北方哪一个少数民族管自己的首领叫克韩 那他就认为李世民是克韩中的克韩 是大克韩 是天克韩 这个基本上就接近我们所说的平天下的概念 那好 李世民是怎么样平天下的 我个人感觉哈 平天下的要素在哪 平天下的要素在于服众 怎么样才能服众 据例子 第一个例子 李世民的天下其实打出来的 在打天下的过程之中啊 最初随末可不是仅仅有李唐一个山头 随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是大家逐鹿中原的 各个武装派系 各个武装势力是群雄并起 李世民这叫李唐 那其中呢在李世民他们北边 就是现在山西北部这一带 还有一个也拉起山头的人叫刘武周 刘武周手下有一个著名的大将 叫玉池靖德 好极了 玉池靖德老百姓都知道 因为我们民间那个门神 一个是秦琼 另外一个是靖德 这个靖德跟李世民是怎么样建立联系的 最初是打出来的 李世民去打刘武周了 把刘武周给打败了 那他手下的这个败军之将 玉池靖德就被李世民发现了 发现之后把他纳入自己的阵营 这其实是外来势力对不对 外来势力最初 他会不会得到领袖 完全的认可 诚心诚意的信任 很多领袖其实不太信任这样的人 但是李世民呢 特别相信这个玉池靖德 还让他捅他原来的兵 让他在自己身边协同作战 后来出事了 出什么事呢 当时跟玉池靖德一块投降李世民呢 不是他这一个将领 还有其他的将领呢 然后李世民又去打这个河南 打现在在洛阳周边的王世冲的时候 那些其他跟玉池靖德一块投降的将领 他就跑了 这些将领一跑 可就连累玉池靖德了 那很多这个 从很早就开始追随李世民的人就讲 说既然那个人跑 那么玉池靖德也靠不住 与其等他跑 然后还带去我们的有声力量 可能还反过一击 没落我们先把他扣起来 这些人这么想了也这样做了 没有跟李世民这请求批准 就直接把这个玉池靖德给软禁起来了 然后才去汇报给李世民 李世民一听就火了 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干 如果玉池靖德想跑 他还又等到你们软禁他吗 那之前有将领跑的时候 他就应该跑啊 如果那时候他不跑的话 就说明他的心在我们这边啊 可是现在你们这样一把他关起来 他当时不想跑 现在没准也想跑了 我得去安慰安慰他 劝一劝他 怎么样安慰他 李世民跑到积压玉池靖德的牢房 就跟他讲 将军 我无比的相信您是忠诚于我们的 手下居然把您给抓起来了 现在呀 您要是想跑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呢 我略被剥离 准备了好多基因财宝 我给您 您要现在不信任我了 您还想走 这个给您路上做盘缠 您愿意往哪走就往哪走 那好 有主上这番话 依迟靖德还跑不跑 依迟靖德就不跑了 死心塌地跟着李世民 而且第二天就应验了 第二天李世民打王世冲 李世民打仗很骁勇啊 带着五百个人就去单挑去了 就去做这个侦察兵去了 结果让人家王世冲 一万人给包了脚子 其中王世冲手下有一个大将 叫善雄信 这是我们看随堂演艺都看过的人物 那是拿着一杆长枪 就朝李世民刺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就是欲持靖德拿马朔 其实也是一种长枪 类似我们今天的红鹰枪 就把这个善雄信 给拨倒在地 然后掩护李世民突出重围 所以李世民回到军营 是非常的感慨啊 说我知道好人有好报 我也希望好人有好报 没想到上天对我这个好人 报答的他就这么快呀 昨天我刚刚安抚过 欲持靖德 今天他就救了我了 好 这是武将 在讲一个文官 文官咱们不用讲 大家都明白 那有一个人过去 也不是李世民这个派系的 后来死心塌地 跟了李世民 谁啊 魏征啊 魏征啊 魏征最早是谁的门相 是李世民那大哥 叫李建成的门相 李世民跟他大哥争当太子 争的是你死我活 然后自己当了皇帝 当了皇帝 把这个魏征就抓起来了 说你那时候怎么整天 给我大哥出主意 让他把我干掉 魏征说你大哥不行啊 李大哥当时要听我的主意 现在当皇帝 就不是你而是他了 李世民一听这个人 了不起 可用 可用 怎么用他 推心置腹 我说以后你跟着我干 只要你 也贡献出你聪明才智来 我也一定让你人尽其才 最后魏征是 李世民手下 聚名的神臣 贱臣 以禁贱著称 根据现在的史料记载 唐太宗李世民在整个 贞贯年间一共纳贱 有记录的有四百次 其中魏征一个人禁贱 就多达二百多次 占到一半 这就成就了历史上 一段著名的佳话 叫君明辰职 其实魏征 也是从别的派系 拉过来的 再讲第三个例子 也是最后一个例子 我们刚才讲武将可以从对手阵营拉过来 文官可以从对手阵营拉过来 还什么人可以拉过来 少数民族降落 有一个铁乐人 这是现在北方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 铁乐人有一个首领叫 气壁和力 气壁和力跟其他的部落打仗打败了 投靠李世民了 李世民认定他为大将军 干得非常好 干得非常好 干了几年之后 气壁和力就说了 我母亲 我弟弟还都在大西北呢 我想回去看看他们 李世民说没问题啊 你回去醒亲去吧 结果气壁和力一探 到那情况不一样了 他母亲和弟弟 已经投靠了另外一支少数民族 叫薛延陀 他们都走了 而且还留下一些人 跟这个气壁和力讲 你母亲 你兄弟都走了 现在你就算回到大唐 大唐也不信任你了 还不如你也追随你母亲兄弟的脚步 也去投靠那个叫薛延陀的少数民族 那气壁和力自然是不干的 说大唐皇帝待我很好啊 我不能不能抛弃他呀 这时候呢 他母亲和弟弟留下那拨人 就把他给绑架到薛延陀了 这边当然气壁和力不干 可是这边 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文官武将 并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们只是知道 气壁和力回去了 回去了可就投奔了另外一个少数民族 所以当时很多的这些文臣武将 都跟李世民讲 你看这个少数民族将领啊 他怀有二心嘛 他用不得呀 你过去那么信任他是错的 但是李世民就讲 不对 我认为他是一个赤心如铁的人 现在他到了薛延陀那边 必然是有什么重大的不得已之助 我愿意相信他 我们去跟薛延陀办外交 最后办外交的结果是怎么办下来的 拿了一个公主 去把气壁和力给换回来了 公主和亲的情况下 人家那边同意放回这园大将 那你想想 这园大将是皇帝在这么信任的情况下换回来的 他有可能不忠实于皇帝吗 所以气壁和力非常忠实于李世民 忠实到什么程度 李世民在真冠后期 生病去世 气壁和力坚持要求殉葬 当时他只有47岁 他说我愿意陪皇帝一起死 当然后来唐高宗没让他这样做 但是他这个心是真诚的 好了三个故事讲完了 我想说明什么问题 我想说明什么问题 我想说明怎么样平天下呀 平天下要服众 要服众就要有一颗能服众的心 要有一颗心 一个人的心胸要是只能容得下自己 那诸位他一定是一个孤家寡人 一个人的心要只能容得下家庭 那好他除了家庭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 一个人的心要是能容得下国家 那好他可能拥有一个帝国 一个人的心要是能容得下全世界 他能够结成对待全世界 每一个派系 每一个来路 每一个山头 每一个民族 每一种宗教的人 那么他就可以赢得世界 谢谢 远大的报复 如何从脚下起步 不是自己做好 而是要奸计天下 成就大业 要经历怎样的意志磨练 以天造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人生如何面对理想与现实 机遇与抉择 我们要有远大的理想 得从小处看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学习古人智慧第二步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我是康正 这次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 是关于治国平天下 那么古人把平天下 作为理想当中的最高的 我们知道要平天下的人 那不是一般的人 所以这次我列举了一个人物 就是王安石 我们知道王安石是中国古代 最大的改革家之一了 他推进的改革变法运动 对于北宗社会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的 能够推动这样一个 波澜壮阔改革运动的人 肯定有非凡的素质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王安石志向大 大的好处 实际上他的大志向 要从小处来看 我们也介绍了 王安石这个人 是很执着的一个人 他有着一般人 所没有的很多素质 掌声有请 演讲嘉宾康震 大家好 谈谈理想吧 那周恩来年轻的时候 不是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吗 老师问他为什么读书啊 有的人说我们想到财务局去 有的人说我们想到税务上去 有的人说我们想去海关 是不是 周恩来当时在南开学校站起来说 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那是非同凡想的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那到底什么是远大理想 我们听的已经太多了 我们说大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大的东西容易抽象啊 要知道大理想 得从小处看 有没有大理想 我们来说说王安石 王安石有大思想 与众不同的一个人 他参加进食和考试 那多难考啊 他考了第一年 换句话说 只要皇上在一签批 他说状元就拿到手了 当时啊 还有一个人 叫杨志 这个人也很有考试 自诩甚高 认为状元必得 他呀 他哥哥做官 他就委托他哥哥 因为他哥哥的这个岳父啊 是宰相 他就跟他哥哥说 帮我看看 我到底是第几 状元是谁 问他老岳丈去了 他哥哥问完了 他岳父去看的时候 也是趁上班的时候撩一眼啊 也不能细看啊 看完了回来 就跟你打一电话 让他哥哥打一电话 状元是谁 咱们不知道 反正不是你 你呀是第四 那也不得了啊 在古代你能考第四名 这个小杨呢 当时正在酒馆里 跟朋友喝酒 啪吧 杯子又摔了 不是哪个驴 把我的状元拿走了 说了句很粗的话呀 这是史上记载的 当时王安氏 还不知道他拿了状元 明白这意思吗 因为他那不是偷看的 那可见这小杨啊 这个 不沉着 是不是 刚一听说自己不是状元了 就老了 结果中间又发生一个什么事啊 这个 他最后要批谁是状元 得要皇上批 宰相把这个牌序 第一名是王安氏 第四名是这个杨茬 拿去让皇上看 皇上把王安氏卷子拿起来一看 王安氏卷子里面使用了一个典故 这个典故啊 他不喜欢 他说不行 当第一不行 把第二拿出来一看 说第二还行 一看第二是在职 当时这在职也有参加进职课考试的 按规定啊 在职考试呢 不能给状元 第二名的话 拿去第三名一看 又是个在职的 再把第四名小杨的卷子拿起来一看 这是个硬件生 把这状元给他了 等于把他和王安氏怎么着呢 掉一个 那你要说是按小杨这脾气 那王安氏更急了 凭什么呀 本来都到手了 这这眼看到手了 怎么扔第四去了 那后来 杨茬拿了第一名 但是 根据史料上的记载 王安氏一生 从来没有说过 说我是曾经的状元 根本就没带题的 那要搁这小杨的话 那简直满世界都知道了 是吧 我考上状元了 我考上状元了 没有 王安氏从未提过此事 他说那也不正常啊 是不是 不符合常情啊 为什么呢 对王安氏来讲 考科举进士考试啊 对他意味着什么 他给朋友写信 用诗来写的信里来说 说我考这个东西啊 就一个目的 让我挣份工资 能养活家里人 但这根本不是我的目标 对我来讲 这就是个考试 考试完了就完了 关键是后边的事是怎么办 我是要干大事的人 人人做官都想到中央做官 朝廷做官 做大官 王安氏不要 按照宋代的规矩啊 你在地方上 能做一个县令吗 满三年 通过一个公务员的考试 哎 就可以转到朝廷去做官 王安氏先后 第一次任满三年 朝廷主动提出来说 你可以参加这个考试 来我再 可以给你提半格 不去 又在另外一个地方 又做满三年 让他提半格 他还不去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说这个东京变两 物价太高 是吧 我家里头的人口多 养不起 直到最后 朝廷乐令他说 考试也不用你考了 上来之后给你提 整个提议格 你必须得来 他还不去 欧阳修就劝他说 给朝廷个面子吧 是吧 要不然觉得你太拿了 别的官员说 他不来 我来啊 宰相跟他说 你知道为什么 你来不了吗 因为你就不是 像王安氏那样的人 所以我们让他来 不可能让你来 到了朝廷做官之后啊 皇帝还想提拔他 做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王安氏坚持不救 到了什么程度啊 皇上下了诏书 让使者把这个诏书啊 要塞到他的手里头 他不要 要追着他跑 他躲到厕所里头 然后使者把这诏书 放在办公桌上 他回来之后 又把诏书拿回来 扔回给那个使者 坚决不要 但是说那为什么 生了什么病了 不是 王安氏这个人 是个做实事的人 他不喜欢年纪轻轻的 就扶在上面 他认为在朝廷做官啊 有很多具体的举措 他无法开展 他把主要精力 都用来应付人际关系了 他在底下做官 能阶层 能接近民众 能为民众解决 很多具体问题 所以他这个人啊 我们经常说志向远大 你远大在哪 不是说只干大事 恰相反 他干实事 他就只想干实事 不想做大官 我们不是有句话说 要做大事 不要知什么的 王安氏的大事 没多大 就是实事 只要能接着老百姓 他就做 但是最后宋神宗 要改革变法的时候 当时王安氏 在南京做市长 那宋神宗一个电话 掉头来做汉林学生 他马上就来 他说那这回怎么 喷得这么快啊 是啊 已经在地方上 做了十几年的地方官 深刻的了解了 当时北宋社会的状况 尤其是对基层的状况 非常了解 他的大理想就是什么呢 要改变当时北宋社会 长期以来的冗官冗费 和冗兵的现象 用他的话来说 一百多年了 北宋社会啊 击中难返 所以这个时机一段到来 那是当人不让 但他来是不是来做官的呢 不是 是因为要得其位 才能行其事 你没有这样的位置 你怎么能做事呢 而且有宋神宗的坚强支持 所以他绝对当人不让 所以你看啊 有大志向的人 他不愿意做大官 不愿意做舒服的官 而愿意做时事 对他来讲 大事就是时事 很多的时事都做完之后 堆积起来 积累起来 这就是朝廷的大事 这就是国家的大事 所以我们说啊 王安石是一个大理想的人 他专注事业 不图小力 也不贪污 也不腐化 我们现在也需要这样的好官 谢谢大家 从我到家庭 到一个更加大的单元 再到一个更加大的范围 以至于到国家 到天下 它是有一个次第 它有一个次序 我们因为绝大多数人 是没有机会去治国平天下的 所以就很多智慧 就是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到 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职场 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生涯当中 所以我想向古人学习这些智慧啊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 仍然是非常有帮助 非常有用的 我们今天因为很多人都期待着成功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人 他必须具备这样一种能力 什么能力呢 就是面对危局的时候 你要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 和直道而行的品质 掌声有请演讲嘉宾江鹏 很多年轻人经常问一个问题 成功需要什么 成功需要很多因素 能力 毅力 才能 智慧 甚至包括 在背后支持你的人 都是成功必备的元素 成功还需要 我们要有远大的理想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你在实践你远大理想的同时 必须要具备这样两种品德 什么品德 第一 当面对危机 面对困局的时候 你要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 第二 要有直道而行的品质 在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的时候 在我们中国北方 有一个王朝叫北魏 那么在这个王朝的前期 发生过一场非常著名的案子 我们称之为国史案 什么事情 就是有几个学者 因为修历史惹了祸 都是历史惹的祸 牵涉到当中的 有很多汉族的士大夫 为首的有一个叫崔浩 因为他是宰相 他负责兼修 所以当时以崔浩为首的 凡是跟这个修国史有关的人 全都被抓起来 在这个国史案当中 当时 在当时来说 还是个小人物 这个人物名字叫高云 后来也是北魏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政治家 但是在国史案案发的时候 他成为一个 负责修协历史的成员之一 成为涉案人员 他当时来说 只是一个小人物 因为高云这个人诚实 所以当时皇帝非常欣赏他 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呢 让他去教这个皇太子读书 当国史案案发的时候 这个皇太子就想去保护这个高云 因为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 他觉得高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如果这个事情被牵连 被杀 非常可惜 他也担心自己失去 这么好的一个老师 所以他就跟高云说 这件事情我来帮你 有一天 皇太子就带着高云来到皇帝面前 跟皇帝说 国史案这个事情 高云牵连在内 但是我已经问过他了 高云昨天跟我说 修国史啊 这个责任主要是催号的 高云呢 是一个地位非常低的一个低级官员 官卑直卑的一个低级官员 所以在国史案当中 他出的力不大 要负的责任不多 所以希望皇帝网开一面 放过他 这个时候皇帝就来问这个高云 说高云 刚才皇太子讲的是不是实话 大家猜高云怎么讲 高云直接回答皇帝说 不对 皇太子讲的不对 我参与修国史 不仅要负责任 而且要比催号负更大的责任 为什么 因为催号他只是以宰相的身份来兼修 宰相一天要处理多少事情啊 哪有时间一字一句的来斟酌 所以实际的写主要是我写的 皇帝一听雷体大怒 说什么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都是你跌到历史里面去的 那你这个人必死无疑 我一定要把你给杀了 这个时候把皇太子给吓坏了 为什么 皇太子首先 他本来是想替这个高云辩护保护他 现在高云这个人你看这么不识趣 对吧 不会就坡下驴 不会顺着台阶下 等于把自己也给卖了 等于皇太子在皇帝面前撒谎了 所以皇太子也很紧张 皇太子马上站出来又来原厂 又来这个圆他这个谎言 说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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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这个我问高云的时候 他还老老实跟我说 国舍安他参与的不多 崔浩要负更大的责任 他之所以现在这么说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皇帝天威威严 高云作为一个卑微的小臣 到了皇帝面前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皇帝气场太大了 所以高云到了这个皇帝面前 语无伦次 胡说八道 完全是头脑发烧 黄帝就又问高云 说到底是不是像皇太子讲的那样 高云仍然坚持说 国舍安这个事情 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皇太子为什么这样为我求情 因为我教皇太子这么长时间 我教他读书这么长时间 他哀怜我 希望皇帝你留我一条活命 但是他讲的不是实话 我讲的才是实话 国舍安这个事情 吹号是天修 我是主要的具体负责人 诶 他这么一坚持了之后 皇帝倒开始欣赏这个高云了 说这个人了不起啊 了不起的地方有两个 首先第一个叫 临死不亦辞 信也 为什么 你看 他承认他这个责任要承担很多风险 万一皇帝真的一不高兴把他给杀了呢 在这种性命交官的时候 他不撒谎 不通过撒谎来保护自己 不通过撒谎来逃脱罪责 临死不亦辞 信也 这个人很有信 很诚实 第二点 当面不欺君 争也 你看 在我的面前不撒谎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大臣啊 所以特一下子 国死案里面高云这个人特赦 不处理 诚实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不要因为眼前你碰到这点困难 你认为是一个难关 很难度过 就想方设法的 通过谎言或者其他的手段 来逃脱责任 逃脾责任 很有可能这样的方法会给你 举个例子 当时的皇帝有一位宠臣 叫敌黑子 那么这个人啊 他在奉皇帝的命令出使的时候 出使到宾州 今天的三西一带 到那边出使的时候 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什么错误呢 受贿 受贿大概一千体度左右 这个事情被皇帝知道了 皇帝要找他谈话 他去之前就很担心啊 皇帝今天找我谈话 是不是知道这个事情了 要怎么发落我 他就去找这个高云商量 因为大家都觉得高云 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找到高云 问高云说 哎你看 我到皇帝那儿该怎么说 我是坦白交代呢 还是藏着掖着 把这事情瞒过去 高云想了想说 我看你还是坦白交代 为什么 因为你是皇帝的宠臣 皇帝平时非常的信任你 非常宠信你 所以如果你坦白交代的话 或许皇帝还会从宽发落 如果你要撒谎 那么等于什么 等于你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什么错误 当面欺君 对不对 你有欺君之罪 这个不诚实 在皇帝 对于皇帝来说 你对他不诚实 比你受贿更严重 但是敌黑子心里非常打鼓 拿不定足矣 他又找其他人去商量 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其他人说 这个你别听高云的 你听高云你就完了 对吧 你要坦白交代 坦白交代 老底坐穿 对吧 你要坦白交代 肯定是被杀头 所以这个敌黑子 最后想想 觉得不能提高云的 去找到这个皇帝 皇帝就问他 什么回事 他就想隐瞒 其实皇帝来找他谈话之前 早就已经掌握证据了 就看你诚不诚实 就看你坦不坦白 结果一看 他居然敢撒谎 居然敢骗自己 皇帝没击 把他给杀掉了 这么一件事情 这么一个小故事 小故事里面有大道理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当你碰到一个困难 你觉得这个事情有问题 是一个难关 很难度过的时候 很多人往往 他会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捷径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忘了 我们初中的时候 学几何老师就告诉过大家 两点之间什么最短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我们去走任何的弯路 用迂回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都不如怎么样 走直线来解决问题 来得快 这就是我讲的直到而行 所以我说高允 在这个故事所展示给我们的高允这个人物 有两个非常宝贵的品质 第一个品质 面对危局的时候 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 他敢承担责任 不撒谎 哪怕是皇开子 帮着他 想帮他逃脱罪责 帮他一起来撒谎 他不领这个情 第二就是我讲的 有直到而行的品质 所以我说 当我们心存一个远大理想的时候 不要因为眼前有一些小的灾难 轻易的去用一些不道德 不诚实 这样的方法去规避他 也不要因为眼前有一点小的利益 用一些不道德 不诚实的方法去获取他 因为这样的做法 很有可能会妨碍 你去达到这个远大的理想 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你就跌倒了 你没有机会再往前走 高运的这个故事 我想能够给告诉给我们的 是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 今天这个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给名价八分钟 他们能否打动你 浓缩的思想进化 独具魅力的观点表达 微演讲 大智慧 文化是你 文化公开课 一个全家收看的爱思想的节目 敬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